大家好,欢迎收看均匀园艺 君子兰要开花,除了需要足够的花灵外,也需要叶片达到一定数量 加上君子兰在绝大部分时候都属于官叶花,所以养好叶片很重要 肥料选择上可以用干肥加上它,四季都能用 君子兰吃了叶肥狂抽剑,这个干肥以花生仁作为原料制作而成 将花生仁爆炒,炒至近乎发黑发脆的程度 然后晾凉,碾成粉末,一次制作的多的可以装到塑料袋里扎好保存 用的时候在盆边挖上几个洞,深度大概在4厘米 直接往里边撒花生粉,花生是典型的油炸作料之一 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,降解慢,养分随水释放 然后被根系吸收,总体上较为稳定 君子兰在稳定肥力的机制中生长最好 这也是他喜欢油料的原因 汗氧,慢生,容易出精品兰 遇到高低温时,养分的供应往往被耽误 此时可以配合它,啤酒水 根系在低温时吸肥能力较差,可以另辟吸镜 用啤酒水就是很好的方式 对上三五十倍的清水,以根外肥的方式 让养分从叶子的气孔进入,再也不怕缺肥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,记得订阅关注 下期再见